中国有句老话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我相信是这样吧?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一生这么好运呢?还是说人,似乎有好运,也有厄运,大家认为怎样呢?是否很多时候,我们年轻或者中年的时候,有机会做得很好? 往往有很大,可能当我们过了这个很好运程之后呢?我们的生命就会跌下去一个很难过的谷底,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是这样呢?那如果是这样,我们生命的运作究竟是怎么样的呢?是不是真的有命运这个东西呢?如果我们生命在走好的命运,那是否一世都应该有好的命运?还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好,又有坏? 那如果有好的命运,我们就不应该担心了,应该很欢喜,欢呼喝彩,变成很自我,很有自信,更加拼搏。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很多人都是有好运,就会很自信,很骄傲,很拼搏,一世都会有这样的好运程,是不是这一世都不会有不好的命运会影响我们? 什么叫不好的命运呢?就是工作做得不好,不如意,生意会失败,或者会很大的困境,使到我们很担心。或者子女的问题,家庭婚姻的问题,当然财政的问题,最惨的是身体的问题。 大家会不会经历所谓这样不好的运数?你们会不会看成是运数?还是你们觉得是什么使到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呢? 我们的研究就是理解到,生命真的是有一些城市在管辖住我们,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运数来代表这个城市,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解释到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走好运,有时走恶运。 我们的研究除了可以解释到,好运怎样来,恶运怎样来,也都可以帮到人类去改变我们的命运。 只不过改变这个命运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,不是我给你钱,你帮我改命,不是这么简单,而是跟我们对生命背后运作的理解息息相关。 所以我们希望从中用教育去解释给人们知道,我们究竟可以怎样去争取时间,尽快得到这些知识,去改变我们对人,对事,对生命的看法,或者我们人的价值观,去尽快改变我们的性格。 因为性格断定一切,我们的命运就是制作我们的性格,所以断定我们什么时候行好运,什么时候行差的运输,我们的责任就是将这些知识交给大家。